是很棒的 有没有想过你 所以当我们不断的在给孩子打分数的时候 你从他出事的时候 可能也会给他打你高跟哦 因为他很可爱 因为他很快 因为他很奇怪 然后久而久之 当他渐渐早饭的时候 你有没有发觉啊 你给他的分数是越来越低的 越来越低的 你发觉他越来越坏了 你发觉他越来越调皮了 越来越不听你的话了 越来越达不到你的标准了 所以你给他的分数就越来越低了 越来越低了 这个是我们真实的情况了 今天我们来试考一下 到底我们做父母的 我们是怎样给我们的孩子打分数呢 我们用什么的标准来给我们的孩子打分数呢 你知道在学校哦 假设说你要打一个分数 你有一定的标准吗 特别是老师哦 他们要打分数的时候 他们会根据这个 好见的标准性 他能够拿到怎样的一个程度来打分数 今天我们做父母的 我们给孩子打分数是用什么标准的 你用什么眼光来看待你的孩子呢 是不是刚才我讲的这一些呢 首先我们看我们孩子的行为表现 你觉得他的行为表现好不好呢 怎么样叫好 怎么叫不好呢 比如说你的孩子头很甜的 哇去到阿姨的家 他叫阿姨 叫胖哥 哇 我们里面的 看到人都会叫人的 好不好啊 好 所以行为表现那种 哇很高分哦 我的孩子 表现得很不错 哇 比如说 他玩过了他的玩具 他都会把它收拾起来的 都会放进箱里面的 放进盒里面的 好不好啊 哇 我的孩子表现一流哦 行为表现非常好 所以可能我们会从这边打得起 那相反的 玩具一大堆弄丢了 每一天你回到家 差一点就要踩到 差一点就要见到的 好不好啊 你就开始给他扣分扣分 对不对呢 所以呢 这个行为表现就不好了 还有什么呢 好你不好 什么再好还是不好呢 你早上加了起床 哎 时间到了起床了 要上学了 他是马上跳起来的 还是他在那边摆床的 在那边滚来滚去的 叫了五分钟十分钟 还是滚回去的 那你就会觉得 哎 好啊还是不好 你就会有你的分数运出来了 对不对呢 所以你看到孩子的表现 往往就影响了 我们不断的在打分数 那接下来呢 听不听你的话 在座人后我们你希望你还是听话 最好我讲什么 都听话 好不好啊 好啊 所以不如生一个机械出来更好 好啊 你生一个机械你讲话就听话 但是最好的 对不对 但是今天恭喜你 你身上的不是机械哦 你身上的是人 所以人的话就不会完全听你的话 为什么啊 因为人有思想 人有不见 人有选择 所以人就不会完全听你的话 对不对 那是你这样想起来吗 到底我要我的孩子听我吗 还是不听我话呢 假设你生出的就是个孩子哦 他完全听你的话 你会不担心啊 你又开始担心了 你又开始担心了 为什么担心呢 不是很好吗 这么乖哦 为什么要担心 你就担心他有问题了 对不对呢 他也找不着家看一下 我当你我孩子有问题了 为什么我讲什么 还能听什么呢 我讲动他就听懂了 我讲吸他就吸了 你就会担心了 所以哦 我们做父母的是不是很矛盾啊 听你的话又不好 不听你的话又不好 要怎么换呢 所以我们处在一个矛盾的状况当中 我们不知道要怎么样 看待我们的孩子 那听不听你的话呢 你叫他吃青菜 他不要吃的 从来不封心菜的 你叫他吃饭 不要吃的 你不叫他吃糖哦 他就吃很多哦 你叫他不要吃冰淇淋哦 叫他不要吃 啊 巧克力 他叫你们吃这些 所以你就很生气了 就觉得很不满了哦 因为他不听你的话 所以你就开始给他打分数了 还有呢 乖不乖 你的孩子乖不乖啊 你自己都会评量哦 或者是周围的uncle uncle uncle 也会告诉你哦 哇你的孩子好乖哦 哇你的孩子 不乖好敢想啊哦 乖啊才敢想 所以哦 到底你孩子乖不乖呢 都会常常哭呢 都不懂就好像哭包 啊啊啊啊啊又哭了 都不懂又啊啊啊又哭了 他很不乖哦 很不听话 你就再给啊啊分数了 还有呢 接下来哦 都不聪明啊 除了乖还要聪明 对不对 最好我的孩子是聪明的 怎样他聪明不聪明啊 看得出吗 你有什么标准来看 哎呦 那孩子很聪明哦 那个孩子哦 你有什么聪明的 想看呢 比如说你叫他一样东西 他学就会了 哇你就觉得哇他很聪明 哇你叫他打羽毛群哦 一下就上手了 你给他考试哈 一下就会了 你给他读任何东西 你被神发表一下就会了 哇我的孩子真聪明哦 是因为很好啊 哇我的孩子还聪明 那你就被你打分数了 所以我们从很多的方面来给我们的孩子打分数 接下来了 不只聪明哦 我的孩子厉不厉害呢 厉害就好像有一个比较嘛 要比别人更厉害的 我孩子厉不厉害呢 当考了试之后哦 别人了嘛 我问一下孩子 你孩子考第几名啊 哇我孩子考第一名耶 厉不厉害啊 厉害哦 是不是 哇你的孩子啊 嗯 学钢琴啊 跳马来的一舞啊 打小提琴啊 哇 这么粗事啊 代表学校 哇很厉害 所以我们就不断的在看他的表现了 不断的在打分数了 还有呢 有没有我和父母的期待 今天你对你的孩子有什么样的一个期待呢 一个整体的期待 你希望你的孩子是怎么样的 我要四个字来信容啊 最好是 挺 学 兼 悠 对 又能文能武是最好的 在学校考第一名哦 出道去比赛 又能够问一下真观的 在家里又很乖了 哇 就是了不起了哦 这个就是我们一般做我们最期望的 如果我们有这样的孩子 哇 这样就被我操心了 对不对 哇 所以这些都是父母在不断的 为我们的孩子打分数的 但是你发现哦 这样的一个表表有谁做到 但做的父母也做到吗 有哪一个父母已经做到的 哎 当箭头指向我们的时候 我们又发现哎 哦 这样也是哦 因为我们也还没有做到的 但是我们就不断的拿着这个评估表哦 看我们的孩子 你咬在这方面 扣管 在那方面 扣扣一下 所剩无几哦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状况 那你就想说 当孩子他没有办法达到我们的标准呢 没有办法达到我们的期待的时候 我会讲 除了失望 你会怎样呢 做父母的 你会有些什么表现呢 当孩子没有办法达到你的期望 达到这些标准的时候 你怎么办呢 自己伤心 自己失望 还是你用另外一种更激烈的方式 骂他咯 打他咯 对不对 用自将法啦 刺激他 看他也不能被改变 不然就把他送进超级 把他送进一些 能够训练他的 把他训练成超级天才 是不是呢 或者你会做些什么呢 我让大家看一个短片哦 当孩子不达标的时候 很多的父母会做些什么 我们看下我们在做的 就看看你自己 当孩子没有办法达到我们的期待的时候 我们有没有做这些东西 很多父母在教训小孩的时候 在这个系统上 常常会脱口而出 伤害孩子的爸 柔教授调查 跳选出了实际 错误性语言 像是你怎么那么笨 还有我们会伤出你激动小孩 父母经常会的经历了 你这些爸 谁是会真的将来到我们的 对于小孩 有没有好几十分 为什么你就是不能 你能不能不要偷来 你能不能激动一点 你能不能激动一点 其中父母造出孩子 就像电影的妈妈一样 越讲越激动 还是难话 但父母经常出去了 这些言语 以及对小孩造成伤害 根据网络调查 显示 这伤害小孩的几句话 前三名分言是 你做出嘴 你让我很虚妄 第一名则是 我怎么会伤出你这种小孩 而且家长的长度这些话 很有可能会出口 然后就这样脱口而出 我觉得这是家长一定会去面对的问题 可能有时候情绪小 留到而放弃自己的时候 另一个主要学生思考前 但没准确是 不就了 你一定会用 看你怎么这么笨 这些话都在小孩儿里 格外刺而来 好生气啊 我错 可是我会错的 但父母经理解 不是圣人情绪 将来文句话 小心脱口而出 该同众说 专家有成功 如果自己算错了 我就跟他说 欸其实我哪里想错了 其实 这也是一个很好的事态 让孩子知道 错了要怎么样 处理跟面对 有人认错 向小孩道歉 不停做到的听教 就拉近了 今天就觉得是距离 有一定会有进来的希望 我们有没有讲这些话呢 非常好哦 就是涌移成的话 这个刚刚讲的 我们都会不自觉的脱口而出啊 就是这些话 你从哪里听来的 你从哪里学来的 你从哪里学来的 为什么这么顺口呢 哪里来的 当你回想回去的时候 你发现 可能曾经 也有人跟你讲过很多次 对不对 可能就是你的父母 可能你的上一代 曾经这样跟你讲 潜移默化的 就进入你的心里面了 所以当你生气的时候 所以他就脱口而出了 那么不要想 是不是呢 所以你可以看到 这些专家告诉我们什么 原来这些话 会伤害我们的孩子 我想我们在座的 没有一个人想孩子